大家好,咱们今天讲一下核图和洛书 这个朋友一投出来的这个图呢 左边的就是核图,右边的就是洛书 先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呢是核图,这个是洛书 上节课讲到了先前八卦 这节课呢,根据洛书一会儿讲一下后天八卦 核图呢排列呢,有黑点和白点 这个黑点呢,就表示呢是洋的 这个白点呢就是阴的 看上面这幅图呢 大家了解一下呢 在上面上方的位置有两个黑点 有呢七个白点 左边呢就三个白点 八个黑点 右手边呢是四个黑点 九个白点 九个白点 下面呢是一个白点 六个黑点 中间的位置呢是上下呢 各五个 也就是十个黑点 和中间呢五个白点 这个核图和洛书呢是 是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基础 它呢早于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呢 很久 北方呢表示的就是呢 一六属水 也就是说一六贡宗 南面呢是二七同道 他换到这张图啊 左手边呢是三八为棚 右手边呢是四九为勇 中间呢是五十同图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咱们的天干的十个 甲几合 也就是说第一个 和第六个 合的话是一六贡宗 也就是下边的一和六 甲合几合和黄化融谱 这个呢就表示一六贡宗 南面呢是二七同道 也就是呢一耿合 一耿呢表示二七同道 三八为棚呢 相当于丙心合 四九为勇呢 就相当于丁心合 还有一个雾鬼合呢 就相当于中间的五和十 这个呢一三五七呢 一三五七九属羊 二四六八十属阴 阴的是黑色的 阴的是白色的 这是这个图 看下这个解释 二七的方位呢 前面呢表示朱雀 在南方 这个呢表示朱雀 第一节分是讲到的 就是前朱雀 后玄武 左青龙又白虎 这个四个像呢 表示了这个 他们之间相合的关系 北边呢是玄武 东边呢是青龙 比如三八为棚 一六 一六公宗 二七同道 四九为友 这个呢是在右边的白虎位 五和十呢 基本上呢都是土 所以说呢 这个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这个 这个神像的表示 或者形象的表示 这个呢中间这个位置呢 基本叫做勾尘位 这个上面没有 就是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中间呢就是勾尘位 有的呢也叫宁堂 就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呢 每一个星像呢 这下面简单的介绍一下 每一个星像的方位呢 都统领了七个星宿 也就是说二十八个星宿 这个呢 在咱们风水上 用处不是很多 所以说这里不介绍了 现在我们看下一个 从一到十呢 刚才说了 一三五七九为羊 二四六八十呢 为阴 这个阳呢 加起来是二十五 阴加起来是三十 这个有古话讲呢 天地之数呢 五十有五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一六共宗呢 生的呢 这个是水 刚才 刚才为大家 比较那个甲鸡河呢 并不是这个 并不是这种 这个河图上的这种河 它的意思呢 实际上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面呢 天一呢是生水 这个第六成之 天二生火 第七成之 一六呢 生水 因为它在北方 二七呢 生火 它在南方 三八和木 它在东面 四九呢 在西面 这个呢 基本上表示 它的香河 下边这个图 刚才比较了 这个甲鸡河 这个 基本上也有 这二十八星宿 也是 这个意思 这个洛书呢 在讲洛书之前呢 我先讲一下 这个 有些东西 需要讲一下 就这样就这样就行 就这样就行 就这样就行 这个呢 在讲洛书后面 小洪大话的时候 有个很重要的知识点 要讲一下 合图中 合图中呢 这个 是这样的 嗯 它们之间呢 因为是中间是五和十 我用这数字来表示 南边呢 是二和七 左边呢 是三和八 对边呢 是四和九 底下呢 是一和六 它们有这么几种关系 一加五呢 一加五 等于六 二加五呢 这不写 二加五呢 等于七 这是二加 左边呢 是三加 等于八 四加 等于九 这个呢 都是五 这个六七八九呢 在这里面呢 叫做显数 也就是这样的 一和五加 二和五加 都是里面这个数呢 和五加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五相减的一个 五呢 减去 五呢 减去一 等于四 减去二呢 等于三 减去三呢 等于二 减去一呢 减去四呢 等于一 这个呢 叫做引数 这个就形成了 这么一种关系 大家看一下啊 三和七 三和七 三和二相加呢 是五 三和七相加呢 是十 它们之间呢 就形成这样一种关系 三和七 加等于十 这个 六和四加呢 等于十 它们之间呢 相加等于二十 这么一个数字 这个八和二呢 同样呢 一和九 它们之间呢 也形成了一个数字 这个呢 也是二十 这个呢 在选公 讲到后面 选公的话上 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二十 一个十五 一个十和一个五 因为中间是个五 所以说这个数字呢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数字 还有一个呢 是十五 十五呢 待会用落数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到 因为呢 横数 斜呢 加加都是十五 这个十呢 大家看到 这个三和七加 都是十 还有呢 这个 这个 一和九加 二和八 四和六 这之间呢 都是十 所以说呢 有这么几个数字 这个呢 大家简单的记一下 到 讲到后 想不大话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单纯的讲 飞星呢 这块可能要 作用不是很大 如果按和图来说呢 一和九呢 一和九 属于老 老阳 因为阴性的 鸡为阳 偶为阴嘛 这个二和八呢 就是老阴 当然了 这个中间呢 还有这个 四和六 还有呢 一个三和七 四和 三和七呢 写到上楼 三和七呢 同样是 邵阳 这个呢 就给邵阴 就是呢 用词项来表示 它 根据这张图呢 根据这个 呃 这个显述 这个图呢 它 它形成了 这么一种规律 比如说呢 相加的十五 这么一种规律 就是说 呃 这样 因为二呢 因为五 减二呢 个三 这个上面呢 是一个 呃 呃 五减二呢 等于三 有一个 七 这个 这边呢 就是 用五减四 五减一呢 这个等于四 这个呢 是 五减四呢 这个等于一 这个五减三呢 这个等于二 还有一个数字是 这几个数字呢 一 一二三四 到后面 翔弓大挂的时候呢 这是一二三四的 这个 呃 新运图 一二三四和 五六七八 这几个 新运图和七八 就是五六七八 这个呢 到时候 大家有个简单的了解 就可以 这记住了 有一个 就是三和七 因为它有一个 相加的十的一个 这个这个 合十的这么一个规律 一和九 是合十的这么一个 合十的规律 你能不能意思就行 开始看下边的落书 谢谢来了 落书呢 是先天八卦的基础 大家看一下 它这边呢 跟合图呢 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呢 把这个一呢 和六呢 分开了 它和先天的这个 呃 它和后天八卦呢 是 挂位是一样的 它和这个合图呢 就是说 是相加的关系 本来六呢 应该在这 在这个位置 这一和六呢 就分开了 这个呢 就形成了一个 后天八卦 一会儿还想后天八卦的 这个挂图和这个 九宫阁 都是根据它来的 这个呢 有一个简单的规律 载九旅一 这个呢 大家可以说 天九第一 天是九 地是一 左三右七 左边呢 是三 代表木 右边呢 是七呢 代表金 刚才呢 九呢 代表火 一呢 代表水 二四为尖 二和四 在它的 在它上边 二和四 在这个位置 天九第一 左三右七 二四为尖 六八为足 这个呢 很容易记 这也是后天八卦的挂围 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后天八卦 在风陵中 运用是最多的 下面看 下面 这个呢 是 这个 这个 后天八卦 和九宫的 这个 布局 我把这关了 我看下边 试试 基本就这样 好 还关了 接着讲一下 这个 诺书啊 把这个后天八卦 因为详细课没有介绍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随便把九宫拍出来 后天八卦呢 刚才看到了 就是 天九第一 这个九呢 下面是火 离东西 砍中满 上面是火 下面是水 这个呢 是九 这个呢 是一 左三右七 三呢 是震 是震 七呢 是对 震养鱼 对上缺 这个呢 这个二四为坚 这个呢 为坤 坤呢 为二 迅呢 写在这个 左手边 这个呢 是四 二四为坚 六八为足 六呢 是前卦 这个为六 更卦 这个呢 就是后天八卦 这边呢 是火 这个呢 也就是黎卦 火 这边呢 是黎卦 这边呢 是坎卦 这个呢 代表是水 左边呢 就是震卦 代表呢 是木 右边呢 是对卦 代表呢 是金 这个呢 是为坤卦 这个呢 代表土 这个呢 为迅卦 迅呢 代表的也是木 这个呢 没钱卦 这个呢 代表的呢 这个是 也是金 还剩下一个 这个呢 是更卦 更呢 代表也是土 这是呢 后天八卦的 这个 方位图 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呢 是黎卦 是火 下面呢 是坎卦 是水 左边呢 是阵卦 是木 右边呢 对卦 是金 坤卦呢 在你的右上角 这个呢 也就是说 在西南角 这个是南 西南角 这个呢 为坤卦 这个呢 为土 这个 东南角呢 这个是迅卦 这个也代表木 在这个 西北角呢 这个是钱卦 这个呢 是金 在这个东北角呢 是更卦 是土 上次说了 这个钱卦呢 是代表了 这个主动性 这个 从家里面 代表父亲 所以说呢 就是说 如果家里面 要是布局的话 应该呢 钱弓的位置 是不能缺的 下面呢 我给大家画一下 九弓 下面呢 画一下九弓 这个呢 也是后来飞行呢 最主要的这个 九弓德 这个呢 中间的位置呢 自然就是五十了 这个是为五 大家看这个卦序 这个呢 这呢 为六 这个是钱卦 这呢 为七 这个呢 为对卦 这呢 为八 这个呢 为更卦 九在哪个位置呢 九在这 这呢 为九 这呢 为一卦 到九之后呢 就倒过了 基本上 到下方呢 这是一 这为砍卦 这呢 为二 这呢 为空卦 这个位置呢 是三 正在这个位置 这呢 是四 这是性卦 这个呢 是九弓德的元弹盘 这个呢 也是九弓德的元弹盘 这也是呢 后天八卦的 卦 卦序盘 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 它的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这里面呢 只有九 所以说呢 它的顺序是这样的 五六七八九 一二三四 这也是后来呢 飞行飞的这个顺序 这样子 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飞行飞的顺序啊 这个应该在后来的地方 讲到这儿 先讲一下 把那个 手拿出来 拖手 把左手拿出来 左手的 中间的这三根手指呢 正好有九个格 嗯 正好有九个格 这儿 光是化中间的这个 这个啊 这个小弓指 这大弓指 还有小弓指 这正好呢 有九个格 飞行飞的顺序呢 就是从中弓起 大家呢 先按住中弓 从这五这开始起 从五起 下面呢 下一个呢 飞到这个位置 飞到六的位置 人家说 从这儿开始数 到这儿 然后呢 再往上一点 到七的位置 然后从七的位置呢 再飞到八的位置 人家说 数的时候呢 五六七八 八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十指的 最下面这一节 八 然后呢 再飞呢 飞到九的位置 下一个按的呢 是中指的 最上面的一节 中指上面 这一节 数完呢 就数最下面的 中指最下面的一节 这呢 飞到一的位置 一的位置呢 数完之后呢 再数二的位置 二呢 在无名指的 最上面的一节 二数完了呢 又到十指的 中间这一节 然后呢 就是最后的这 最后的这一个 十指的上边的一节 然后呢 它是无限期的循环 所以说 它又是这样的 从上面一节呢 又飞到中间那 还是这样去数 这个呢 是飞行飞的一个顺序 再一个呢 有些人呢 经常会用这个来掐指 感觉到很神秘的 这个 这就是 这就是 咱们说的 掐指中 这是呢 主要是飞行飞的 来来吹 这是这么一个顺序 这是这个 既是后天八卦 又是 又是九宫德 这个呢 这是后天八卦的挂图 只有九宫德 和后天八卦的挂位 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呢 在后手牌 悬空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下面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二十四山 这个 这个 这八卦呢 或者八宫的 这个 旺摔 这个应验的 好一块呢 我后来再介绍 因为没有介绍二十四山 听话的 很难 很难说 下面呢 介绍二十四山 像中间有好多东西 都没有办法这样讲 按顺序讲 好 说出路 或是满碗子 就开始讲二十四山 说说 这个到时候 将来出去呢 离掐指呢 别人以为你是这个人 打尸 讲一下二十四山 二十四山呢 名字呢 就是它的意思 就是呢 由二十四个山项来组成 什么叫做山 什么叫做巷 山和巷 很容易理解 山呢 比如咱一个房子 如果是这样的 做本子 这边呢 这边呢 是门 窗户 就在这个位置 这边呢 就是咱俗话说 靠的方向 这个方向呢 就是为山 这个房子的朝向呢 一般公司 都是朝阳的 朝阳的比较多 因为像是阳光嘛 所以呢 这个方向呢 就叫做向 这个定向呢 在接下来呢 可能会介绍到 这个呢 这些课呢 不见得介绍到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二十四山 二十四山呢 也就说的是 二十四种呢 山项 古人们呢 用这个 古人呢 用这个 天干地支 还有这个 八卦中的几个 几个卦呢 来表示的 这二十四个山 也就说呢 不管你在这个 圆圈中呢 在这三百六十钟呢 取哪个山项 都 都在这二十四山的范围之内 二十四山呢 是二十 二十四个山项呢 是三百六十度 除以二十四 这大概呢 每个是 几个 几个方向 每个大概五度吧 应该是每个五度 是不是 五度 十度 每个是十五度 十五度 每个五度 这个呢 二十四山呢 是有四正 四围 还有这个 地支和天干组成 这个呢 哪个是四正呢 子五摩有呢 是四正 这个呢 是地支的子五摩有 子呢 就是正北 五呢 就是正南 某呢 是正东 有呢 是正西 写二十四山的时候呢 先把这个子五摩有写上 子五摩有 子五摩有写上呢 这个方位呢 基本上就已经定了 这个呢 为东 这个呢 为南 当然下方是北 右边是西 这是四正 这个呢 叫做四正 还有呢 是一个四肥 也叫做四偶 四语 好像是那种 偶吧 偶 偶啊 这样 四肥有什么呢 把前逊更坤呢 这四个挂 放到了二十四山 二十四山中 前逊更坤 刚才这个看这个呢 后天八卦已经知道了 前挂在这个西北角 昆挂呢 昆挂呢 在西南角 顿挂呢 在东北角 逊挂呢 在东南角 把这几个方位先写上 前挂呢 在这个位置 这呢 空挂 在这个位置 逊挂呢 在这个位置 顿挂 在这个位置 这样呢 基本上方位呢 就已经定出了八个 四正和四位 已经出来了 定出八个 就相当于咱们那个 后天八卦 就八 这八六卦呢 就基本上已经表示了啊 再一个呢 装这个地支 把这个地支写上 我这样写上 让大家很容易理解啊 地支呢 又分 子丑尹某 这十二个某 子在这儿 丑呢 在这儿 子丑 尹呢 在这儿 某 臣呢 在这个位置 四呢 在这个位置 五就在这儿 魏呢 在这儿 身右 这个 身呢 在这个位置 徐呢 在这个位置 身右徐 亥呢 在这儿 这个呢 也很容易看 这个呢 亥 子 这肯定在北方 就在这个 稍微斜角的位置 这个顿呢 跟丑呢 同样是土 同样是土 都在这个位置 这尹呢 跟某呢 基本上在一个位置 这个呢 其他呢 是类似的 这个呢 把地支装上了 还有呢 十个天干 十天干呢 只取出来的 拔子 因为呢 因为呢 把物极土呢 物极土在中央 在这个 呃 袁川 表示不出来 所以说呢 只取了八个 这个呢 再把这个 这个这个 天干装上 从这个 还从底下开始装 这个呢 子 这边呢 从人鬼血开始 人 字 鬼 这呢 北边呢 就已经起来了 也就是北边呢 坎宫呢 有三山 就是任子鬼 这呢 是任子鬼 丑更隐呢 这个呢 就是更宫 这三个呢 在装逼之时候 已经出了 这个是更宫 东边呢 是甲 某 宇 也就是甲宇呢 在这个位置 这个呢 就是为镇宫 接下来了 这个 甲某椅 陈讯寺呢 同样 也已经出来了 这个呢 是为迅宫 上面呢 甲 椅 丙 丙呢 在这儿 丙呢 在这儿 因为丙丙呢 都是火 所以在哪里 这个呢 就是离宫 魏昆山 有了 这是昆宫 剩下的呢 就是耿 有心 人鬼呢 人鬼呢 一开始装上 这个呢 为对宫 剩下这个虚千害呢 虽然就是为前宫 这加一起呢 总共是二十四的 这个呢 就是咱们说的二十四山 二十四山的方位呢 是两两都是对应的 这个紫呢 紫五 紫五相通 这两个呢 是对应的 如果呢 如果是绿紫山呢 那呢 那必然呢 这个象呢 就是五象 这个呢 我顺便把这个 天元龙 地元龙 人元龙 也讲一下 想怎能 现在有必要 给大家抢 好 讲一下 现在可能有点 有点早 我先不讲 天元龙 地元龙 人元龙 我先把他们之间 对应的这个 这个什么 三项 告诉大家 这个紫五 某友呢 就不用说了 紫山五项 或者是五山紫像 这个呢 紫山 直接写这个什么了 紫五 某友 紫五某友呢 紫山五相 或者是五山紫像 这是呢 两个 某和友呢 同样 这是某山 有相 或者有山某相 这也是一个 完了 完了 这四正呢 定完 前三须相 和迅山前相 完了 根山坤相 和坤山 更相 这个呢 这是 同样 这也是四个 这等于相当于 是八个 三项 这二十四个呢 大家想 乘以二 自然就是 就是四十八个 这个呢 已经有八个 因为每一个呢 都是 每一对呢 都是两个三项 然后从这边开始 鬼 鬼呢 和丁火 是相通的 丁鬼呢 又是一组 丁山鬼相 和鬼山丁相呢 这个 也是这一组 再往这转 丑呢 丑山魏相 和魏山丑相 这个呢 又是一组 更坤 刚才写了 眼呢 眼心通 眼山丁相 或者深山淫相呢 这同样又是一组 下面呢 是甲 甲等 甲等呢 也是相通的 甲山耿相 或者耿山甲相 这又是一组 这呢 某呢 已经写了 子午盟友 已经写了 臣呢 臣山 徐相 或者徐山臣相 因为呢 臣虚是冲的 这个图上呢 可能我写的不好 这个应该就能看出来 就要是一组